在我们看的古装电视剧中,似乎很少看到古代发生强奸这样的事情,而随着互联网的发达,人们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,也时常会听说强奸这样的词为何在古代很少能够听到强奸案呢?难道说是因为古人没有欲望,还是他们的素质都很高呢?其实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听起来很难让人接受。 在古代社会的表面之下,暗流涌动,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,巧妙地抑制了强奸案的公开发生,这个系统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,严苛的律法,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,以及广泛存在的青楼文化,古代的法律对强奸罪的惩处可谓是雷霆万军,从唐朝到清朝,历朝历代都对此类犯罪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, 唐朝时期斗参断案的故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,即便是身为禁军的曹芬兄弟,在醉酒后侵犯唐妹,也难逃一死的命运, 元氏族忽必烈更是在原典章中明确规定,无论贵族与否,奸罪已经发生,皆处死,这种严厉的惩罚,无疑给潜在的犯罪者敲响了警钟,成为一条看得见的高压线,真结观念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无形枷锁的角色。 宁死不屈,成为许多女性面对侵犯时的选择,东汉岳阳子的妻子,明朝下县孙真的妻子柴氏,以及杨炯的妻子柳氏,都是这种观念下的典型代表, 她们宁可自残,自杀,也不愿失去真结,这种观念不仅让女性在遭遇侵犯时选择了极端的自我保护方式,也让许多受害者在事后选择了沉默,不愿声张,以免遭受社会的非议和歧视。 但是,青楼文化的普遍存在,为男性提供了一个合法宣泄欲望的途径,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女驴,到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青楼。 色狼业在古代社会可谓发达,这些场所不仅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税收,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治安压力。 对于无期可取的光棍而言,青楼无疑是一个宣泄欲望的出口,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平民,也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在这里享受到肉体的欢愉,而对于官患富商等上层人士来说,嫖娼更是司空见惯的行为。 然而,这三重防线真的足以遏制所有的性犯罪吗? 古代社会的结构中存在着一些看似寻常,却有巧妙的隐形屏障,它们在无形中降低了强奸案发生的可能性。 这些屏障主要包括早婚制度、生归制度和宗族制度,古人结婚的年龄之早,令现代人难以想象,十三四岁,十五六岁就结婚的情况比比皆是,在有些朝代,十五岁还未出嫁的姑娘就被视为大龄圣女了,更有甚者,一些朝代为了鼓励增加人口。 还规定十五岁未嫁的女子需要缴税,以经济手段迫使年轻人早早成婚,这种早婚制度,使得年轻人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就解决了生理需求,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和生儿育女的压力,也让他们无暇他顾。 生归制度则从根本上减少了犯罪的机会,古代的女子,尤其是大户人家的闺秀,几乎足不出户,大门不出,二门不脉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,即便偶尔外出,也需蒙面并有人陪同,这种身居减出的生活方式,使得女性与外界男性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。 普通人家的女子虽然相对自由一些,但也主要局限于相夫教子,操吃家务,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,让女性很少有机会单独出现在公共场合,古代的乡村多以宗族聚居为主,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大家族,在这种环境下,族长的权威不容小觑,对于性犯罪这样犹如家族生育的行为,族长们往往会采取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, 这种来自家族内部的压力,常常比官府的法律更加有效,毕竟在熟人社会中,一旦犯下这样的罪行,不仅自己要承担后果,整个家族都会蒙羞。 这三重隐形屏障看似严密,却也不无漏洞,早婚制度是否真的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,深规制度是否反而加剧了女性的弱势地位,宗族制度的自我管控又是否会导致一些案件被私下处理, 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,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游戏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。 这些角落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,也揭示了强劫案件被掩盖的深层原因,一幅多妻制为男性提供了合法的欲望满足途径,在古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不断纳妾。 政妻对此往往无权拒绝,甚至不能有任何意见,这种制度使得有钱有势的男性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满足自己的欲望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铤而走险的动机。 然而,权贵特权却成为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,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常常利用自己的地位为所欲为,甚至公然抢抢民女。 明朝宣宗朱瞻基就曾在微服私访时,看中了开酒馆的李凤姐,不顾姑娘的哀求,强行将其占有,事后她还将李凤姐收入后宫,并封其父为三品大员,在这种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。 受害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,成为权贵们棋盘上的又一枚棋子,更令人心痛的是,在这场不平等的博弈中,底层女性往往成为无声的牺牲品。 那些名门望族的小姐,光患人家的女眷,无不面临着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,她们或被迫伪身权贵,或被陷害入狱。 或被逼次进迅捷,古代女性的遭遇,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黑暗的一面,然而,这些黑暗,往往被历史记录选择性的遗忘了,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,许多案件可能仅限于当地流传,难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,在史观的笔下。 这些案件往往被视为无关小事,除非案件影响重大,牵涉到皇亲国妻,否则他们不会将之详细记载,更值得警惕的是,官府司法的有意忽视,古代各级衙门普遍存在读职,隐私舞弊等问题,有法不一,执法不严的现象十分普遍,许多案件可能被轻易定性为通奸罪。 即便女性是明确的受害方,也可能遭到社会的不理解和歧视,这就导致许多案件根本无法进入官府事业,或者即便进入了,也可能不了了之,在这样的环境下,大量的强奸案件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,他们就像是被刻意遗忘的记忆,被深深埋藏在历史的长河里,这些被掩盖的案件究竟还有多少? 他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如果这些案件被记录下来,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知会不会有所不同? 在古代社会中,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往往选择了无奈的沉默。 这种沉默背后,是一个个难以言说的痛苦故事,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,女性将贞结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,一旦遭遇不幸,她们往往会将之视为莫大的耻辱。 这种羞耻感如同一把无形的刀,日夜折磨着受害者的心灵,许多女性宁可将这份痛苦深埋心底,也不愿意向他人倾诉,在古代社会中,一个女子的名节不仅关乎个人,更牵连整个家族的声誉。 一旦事情败露,不仅受害者本人会遭受非议,整个家族也可能因此蒙羞,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,许多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。 将屈辱深埋心底,更令人绝望的是举证难的现实困境,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,取证手段极为有限,没有DNA鉴定,没有现场勘察,甚至连基本的医学检查都无法进行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即便受害者鼓起勇气控告,也很难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处,久而久之,许多强奸案件便不了了之。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,将受害者牢牢困住,他们的痛苦呐喊,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成为一个个无人知晓的秘密。 当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,我们会发现,古代强奸案件并非真的稀少,他们只是被掩盖了,被遗忘了,被选择性的忽视了。 那些在史书中难觅踪影的案件,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未发生过,正是历史,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,更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 通过审视古代社会中的这些阴暗面,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在保护个人权益方面取得的进步。 他也提醒我们,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道路上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